国际狮子会300F区26号的上午是在吉安浩克艺术村 举办了物资捐赠仪式 一共带来了1200公斤的白米 要赠送给吉安乡内300户弱势的家庭 乡长游淑珍也特别到场颁发了感谢状 感谢狮子会的善心善举 共同为吉安乡献爱献关怀 吉安浩克艺术村来了一大群的民众 拿着领货券一一排队领取白米 这是吉安乡公所和国际私质会300F区 在26号上午共同举办的关怀物资捐赠仪式 总共带来1200公斤的白米 要赠送给乡内300户弱势家庭 我们今天有三专 三专还有八专 两个专区主席 两个专 然后我们有四个分区主席 有四个分区 有17个分会来做这个社会服务 第一个就是捐赠百米 给这个我们乡村的这个乡民 觉得我们是会是有爱心的来关怀他们 还有看他们的健康 我们用血糖的这个测试 来测试 看看各位这个血糖是不是正常 有没有糖尿病的这个取向 希望说我们整个社区 大家都是健健康康的 吉安乡长游淑珍为了感谢国际私质会所带来的爱心 也特别颁证感谢状 这是一包我们温馨的关怀 不只是一包米 而是一份满满的祝福 我们看到所有的师兄师友们 这样的一份付出 再一次代表吉安乡 再来致意 因为我们浩克艺术村属于大家的 让我们所有的若是家庭跟关怀户 走到了艺术村里面 让我们在这个氛围里面 也开启了一份 让大家能够来同游 共赏 甚至于呢 也开启我们工部门 这样的一个协力力量 除了物资捐赠之外 现场也设有宣导摊位 并且协助乡亲检测血糖等等 300F区总监蔡国松表示 这是他们第一次和乡公所结合 共同关怀社区居民 这让他感觉到非常有意义 也希望未来能持续透过工部门的串联 将爱遍及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记者 许立芹 江湘报导